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金花锅 今天给你们带来一个四驱车 就是小生耍的那个东西 找回童年要不要得 好的 现在我们一起来评四驱车 嘿嘿 大江东区浪淘静 千古风流人妇还看我们那孩小时候 要想当年那孩才读小学四年级 那个四驱兄弟的动画风靡全轨 基本上大江南北的小孩子都有 一辆个人注重的四驱车 走到哪里都把他带到起 一会儿过给那个车装上 它是光束马达啊 水晶龙腿啊 钢化毛的轮胎啊 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应得尽有 不过由于那个时候穷 只买那些刀版的那个四驱车 虽然卖的是五块钱一会儿 但是也需要我存一个星期的钱 每天从早饭钱里面扣一块钱出来 然后几个星期都可以买两四驱车 基本上我存了一年的钱 才买那些几辆四驱车 哎 不知不觉 十几年过去了 我也从一个小玩儿 变成了九年后老年人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 小瘦 海椒随便吃 花椒随便整 现在也 只能吃点养生鸳鸯过了 没办法 哪个行我们老了歪 现在唯一的爱好都是一童年 真的不得不做 小时候我们耍的那些玩具 真的是非常的有乐趣 都打笔说那个四驱车 我们小时候最喜欢收集的 他这啥子光速马达呀 阴速马达呀 动不动都让我们倾家当产 买都摆不起 我还记得小时候 我为了买那个光速马达 差不多一个月的早饭都没有吃 没办法 哪个行 马老二把他零花钱来 只拿早饭钱给我 为了拥有我心爱的小摩托 欧队小四驱车 我只有省自己也有倾家当产 好嘞 没得一哈二我们都把那个四驱车拼好了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他跑得快不快 有没得超能力 首先只见我们轻轻的 博中了他的开关 然后我们就听到了 那个拖拉机的声音 默默默的 我真怕楼底下不小心的人 以为我再不是开拖拉机 十二倍 这只迷述了冲锋战神 给我冲啊 还看到冲锋战神楼卷空 耶 哪个你提升的呗 不是说那个赛赛是神功的吗 还一省都可以开哪吒的嘛 肯定买到山寨板了 然后坑道 嘿 姐姐 我哭了 嘿嘿嘿嘿